妻子怀胎10月即将生产 腹中胎儿却离奇消失 丈夫回家调查却当场傻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眼前的男子叫胡泽猛 31岁的他已经和妻子徐慧结婚多年 今年对他们来说格外特别 也为徐慧终于怀孕了 这让胡泽猛欣喜若狂 以前因为工作原因 胡泽猛一年只能回家一次 但自从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后 他便频繁回家探望 每次都带着营养品和宝宝用品 看着徐慧的肚子一天天变大 胡泽猛心里充满了期待 然而 当徐慧的预产妻临近时 胡泽猛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他焦急地打电话给母亲 却被告知徐慧根本就没有怀孕 这让胡泽猛感到难以置信 也为他亲眼见证了 妻子肚子一天天的变化 他夜不能寐 立刻请假连夜从福建赶回老家 回到家后 他发现徐慧的肚子已经瘪了下去 疑惑和愤怒充斥着他的内心 急切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丈夫的质问 徐慧平静地告诉他自己从未怀孕 胡泽猛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回忆起几年前 徐慧也曾宣称怀孕过 后来临近产期却告诉他 因为宝宝先天性疾病而选择饮产 这件事当时也是在一个月后他才得知 两人为此争吵不休 如今徐慧再次宣称孩子不翼而非 胡泽猛决定必须查个水落实处 那么到底徐慧是真的没有怀孕 还是另有隐情呢 妻子怀胎十月即将生产 腹中胎儿却离气消失 丈夫回家调查却当场傻眼 婆婆刘贵之回忆说 儿媳徐慧整个孕期一直在家中安泰 他亲眼见到徐慧的肚子逐渐隆起 期间看起来一切正常 但在孕期的最后几天 徐慧突然说要回娘家 刘贵之并未多想便同意了 然而当徐慧返回时 刘贵之惊讶地发现 徐慧的肚子不再隆起 而且身边也没有孩子的影子 询问徐慧原因是 徐慧却将自己锁在家中 闭口不言 胡泽猛听母亲这么一说 决心要迅速弄清楚真相 他马上前往岳父岳母家 希望从他们那里得知 更多关于徐慧怀孕的细节 但遗憾的是 岳父岳母对于女儿的具体生产时间 也一无所知 看来真相只有徐慧自己知道 然而徐慧对此事仍是沉默不已 这让胡泽猛感到焦虑不安 此时 刘贵之突然提到一个 可能与此事有关的线索 胡泽猛外出打工期间 有一个女人上门来闹事 声称徐慧与她的丈夫油然 那个女人离开后 刘贵之并没有发现徐慧有何异常 所以她选择沉默 以避免儿子和儿媳的关系恶化 但现在刘贵之越想越觉得蹊跷 决定和儿子一起去那个女人家 弄清楚真相 有什么 起来 你说你没怀孕 那那么大的肚子是别人都看错了吗 十个人有十个人都可以证明怀孕了 妻子怀胎十月即将生产 腹中胎儿却离奇消失 丈夫回家调查却当场傻眼 这位名叫周倩的女子 正是刘贵之之前提到的那位上门闹事的人 她揭露了去年四月份 她发现自己的丈夫与徐慧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周倩回忆 她与丈夫因此多次发生争吵 丈夫甚至提出离婚 情绪激动之下周倩还展示了徐慧与她丈夫的聊天记录 内容中不仅透露了二人关系的暧昧 还涉及到怀孕的话题 在愤怒的驱使下周倩将徐慧的照片和谩骂文字发到了朋友圈 未曾料想其中竟有人认出了徐慧 并称她为自己的未婚妻 这一系列的打击让胡泽猛难以承受 她根据周倩提供的信息找到了那位名叫张旺的男子 张旺透露 她是通过网络认识徐慧的 而徐慧当时告诉她自己还是单身 认识不久后 徐慧便告诉她自己怀孕了 为此张旺开始筹备婚事 然而徐慧在关键时刻突然消失 让张旺措手不及 胡泽猛决定进一步查明事实 前往医院调查徐慧的病例 病例显示 徐慧两次怀孕都在八个月时选择了终止妊娠 面对铁一般的证据 徐慧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希望胡泽猛能够原谅她的糊涂行为 然而 胡泽猛已经无法接受这一连串的背叛 经过深思熟虑 她决定与徐慧离婚 徐慧似乎也预料到了这一结果 她清楚自己的行为 已无法挽回丈夫的心 胡泽猛表示 她将通过法院程序 让徐慧离婚并净身出户 那么你支持她的决定吗 欢迎留言评论